在人们的印象中,曹操是一个雄才大略的人 他几乎是白手起家,一步一步坚定北方诸强,占据了中国的大半江山 若不是在赤壁之战输给了孙刘联军,曹操早已一统天下,成就地业 他也素有智史之能臣,乱史之奸雄之称 曾十分英明地将汉县帝接到许昌 以携天子以令诸侯的方式分别灭亡了北方诸强,统一了半地江山 但鲜为人知的是,曹操身为一个政治集团的领袖 其性格也有一定弱点,比如猜疑心重,恩怨必报等等 曹操曾经在某一天到小妾房中休息,一觉睡到自然醒之后 却把服侍了自己一整晚的爱妾直接给杀了,丝毫不留情念 那么,曹操为何要对一名尽心侍奉自己的弱女子下次毒手? 一觉醒来怒杀小妾 曹操的一生取得了如此非凡的成就 精密被后人广为传送,与其有关的一些趣事也是必然存在的 相传在一次出征期间,曹操与自己的爱妾在房间中睡觉 因为第二日曹操想要早上赶回大帐 与众将商议事情,就叮嘱爱妾 一定要在三更十分叫醒自己,叮嘱完毕后,曹操就睡去了 到了第二天三更十分,小妾本应该按时叫曹操起床 但每个人都有着贪念,尤其是久之后宫期待获得曹操恩宠的小妾 因为曹操的小妾众多,这名小妾认为自己能够侍奉一次曹操已经是非常不容易的事了 如果不趁着此次机会大做文章 久而久之,自己没有上位的机会 随着以后人老珠黄,早晚要被抛弃 不如让曹操睡到自然醒 这对曹操的战士领导也不会有太大的影响 如果曹操在自己这里睡到了自然醒,也能够给外界带来一种曹操喜爱自己,留恋自己的感觉 以后即使曹操不来留宿,自己在姐妹们之中的地位也会很高 再也不用担心有人欺负自己了 经历了一番心理斗争之后 小妾决定就按照自己的想法来执行,并没有叫醒曹操 结果曹操一觉睡到了自然醒,直到天大亮才缓缓醒来 当时小妾还十分得意地躺在曹操的身边 准备与曹操一起起身伺候曹操更衣 后来曹操逐渐清醒,知道了小妾并没有听从自己的命令将自己叫醒 自己的安排已经被延误了 她瞬间怒不可遏,当即推开了身边的小妾 不由分说地拿起了自己的宝剑,将小妾诛杀 随后扬长而去 事已至此,或许小妾到死也没想到自己为什么会落得个如此的结局 其实,这名小妾的想法有些太过自以为是 她错就错在只考虑了自己的需要 而没有考虑曹操的想法,也不够了解曹操的行事作风 曹操平生罪恨别人不听从自己的命令 言出必见也是她一直以来对自己的要求 所以,曹操才毫不犹豫地杀了这名小妾 捍卫了自己不可一世的权威 小妾与曹操睡觉过后被杀的经历十分有代表性 也让人很容易联想到影视剧中曹操非常经典的一句话 那就是在汉中与刘备大战时 他在大仗中对仗下群臣说的那句无耗梦中杀人 其实曹操说这句话的目的并不是与群臣开玩笑 而是害怕别人效仿自己曾经假意献刀 实际刺杀董卓的举动来刺杀自己 希望别人在他睡觉时无论何事都不要靠近他 曹操的这句话可不是说说而已 为了让大臣们都对自己所说的话非常信服 曹操在说这句话时就计划着向外界证明他所言并非假话 后来的某一天晚上曹操在睡觉时故意假装睡着 然后踢掉了自己的被子 身边的侍从剑状连忙轻轻地捡起了被子帮曹操重新盖上 只见曹操突然起身 不由分说就拿起了床边的宝剑 将侍从一剑杀死 众人听见声音也纷纷进入道帐中 大家见到曹操果然在睡梦中杀了人 也想起了曹操之前所说过的话 从此也对曹操的话深信不疑 这件事只有当时的主部杨修看出了其中的门道 他看出曹操是想要以这件事树立权威 让人们了解到自己是说一不二的 从而方便后续的群臣的管理 而这名侍从只是曹操实现目的的一个棋子而已 由此杨修发出了不是丞相在梦中 乃是君在梦中的感叹 曹操作为一个多疑之人 不仅喜好梦中杀人 就连白天也喜欢凭借自己的猜疑心而杀人 也就是白日做梦 西晋著名史学家陈寿所著的《三国志》中曾记载 曹操刺杀董卓失败之后 一路仓皇逃窜到了中谋县 为县令陈公认出 当年曹操对陈公非常傲慢 陈公也对曹操非常愤恨 不过陈公在了解到曹操行刺董卓的壮举之后 深感佩服 也就下决心放了曹操 并跟随曹操一起走上了逃亡之路 后来曹操来到了父亲的只有吕博舍家中躲避 吕博舍因为与曹操之父的友情缘故 对待曹操非常热情 不仅顶着被朝廷发现 朱面满门的风险收留了曹操 而且还准备杀猪顿肉款待曹操 随后吕博舍发现家中没有酒了 就亲自骑驴前去镇子上买酒 曹操连日来只顾仓皇逃命 早已人困马乏 所以他在等待伯父的过程中 愧疑难消 就索性睡着了 在睡梦中 曹操隐隐约约听到了磨刀声 还听到了隔壁房间有人说出了杀字 曹操并没有犹豫 不由分说就拔出了自己的剑来到了后堂 见人就杀 见人就砍 将吕博舍一家老小全部杀光 完毕之后 才发现原来地上绑着一头猪 吕博舍的家人们是想要杀了这头猪来宽带自己 定非要杀了自己 曹操先是多疑 错认为吕博舍要害自己 杀了他的家人 不过这还没完 随后 曹操又在路上遇见了前往镇子上买酒归来的吕博舍 曹操谎称要赶紧上路继续逃亡 他怕吕博舍发现自己家人全部被杀之后进行报复 便趁着吕博舍毫无防备的间隙 又杀了吕博舍 说出了宁叫我赴天下人 勿让天下人赴我的名句 这句话看似英雄气十足 实际上是特别遭人愤恨的 这也让此前一直将曹操奉为民主 定死命跟随的成功 也下决心离开曹操 投奔吕博而去 曹操自负性格多有体现 杨修 华佛皆因此而死 曹操是一个政权的首领人物 与我国历史上非常著名的开国之君刘邦 李世民 朱元璋等人一样 他生在乱世 与其他的野心家全雄逐鹿 最终凭借着过人的才干脱颖而出 这才创造了一番基业 然而曹操的性格与其他创业之君主不同 也非常奇怪 这主要与曹操的出身有关 曹操出身宦官之家 父亲曹松本姓夏侯氏 是宦官的养子 在东汉王朝 宦官颇受宠幸 经常掌控重权 也与以外戚为首的朝廷大臣矛盾重重 纷争不断 在外戚眼中 宦官是下等人 所以与曹操有矛盾的大臣 也经常被地理称呼 曹操为奄幻之后 这让曹操养成了自卑 自私 多疑的性格 曹操这样的性格 在后续的经历中 导致了属下的许多人被杀 甚至自己也曾因此被行刺 险些丢掉性命 上文提到的杨修 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杨修是曹操之子曹植的木斌 为人十分机智聪明 善于揣夺曹操的心思 相传 有一次 西凉进贡给了曹操一盒坚果 曹操见到之后 在盒子上面写下了一盒苏三个字 然后就放在了一旁 后来 侍从们看到了 不知道怎么处理 又害怕自己请示曹操的话 会打扰到他 招来杀身之祸 正在这时 时任主部的杨修前来 看到了盒子上的一盒苏三个字 不由分说就将坚果盒子打开了 并将里面的坚果拿起来就吃 还分给了众人 众人看到之后都非常惊讶 害怕丞相曹操怪罪 只见杨修说 一盒苏拆开来看 就是一人一口苏 曹丞相的意思 就是让大家分着吃 众人知道后 都对杨修的聪明表示叹服 后来曹操也知道了此事 表面上向众人夸奖杨修的聪明 实际上在心里有了一些妒忌的情绪 为后续诛杀杨修埋下了伏笔 杨修的聪明尽显于外 不懂得低调 能够看清别人的心思 却看不清自己的未来 后来的事情 同样发生在曹操亲征汉中刘备的过程中 曹操大军多次被刘备 诸葛亮击败 汉中之地丢失大半 爱将夏侯渊也被刘备 帐下大将黄中斩杀 眼看军中军粮将要耗尽 曹操也心生退兵之意 一天晚上 曹操正在犹豫是否退兵 江左进入帐中 请示曹操今晚的口令 只见曹操看了一眼晚中尚未实用的鸡肋 说出了鸡肋的口令 杨修得知后 便赶紧让身边的人收拾行李 说曹操不日就会命令退兵 如果不提前准备 很可能因为退兵太仓促而丢失财物 众人大惑不解 询问杨修为何要如此 杨修表示 鸡肋者 实之无畏 弃之可惜 这种情况与我军在汉中的军事态势非常相似 所以曹丞相必然有了退兵之意 众人也都被杨修的聪明所折服 纷纷也开始收拾行李 不过 众人的举动被曹操发现了 曹操大怒 询问过后才知道 是因为杨修提前猜测 报了自己的心思 才导致人人私归 随后 曹操无法容忍自己的心思被人看穿 一怒之下就将杨修杀了 同时 曹操为了证明杨修的猜测是错误的 向众将传递了自己绝不退军的决心 传令大举进军 结果又被刘备打得大败而逃 自己也险些被马超所杀 只能非常狼狈地逃回到了许昌 曹操在晚年时期 患有严重的头疯病 头疼欲裂 当时他请了三国时期的名医华佗前来医治 没想到华佗十分大胆地提出了开颅手术的治疗方案 但曹操却并不信任华佗 认为华佗很可能是前来害他的 于是 曹操将华佗关了起来 并最后派人杀害了华佗 他也因此不但枉杀了神医 还错过了活命的最后机会 没过多久 曹操就与世长辞了 由此可见 曹操的性格 注定了他绝不能容忍与自己意见相作 纵观曹操杀过的人之中 荀裕 华佗 许优 吕博奢 杨修等人 乃至自己的爱切 都是因为这一原因而被曹操斩杀 半君如半虎这句话 可谓在曹操的身上展现的淋漓尽致 在三国这样一个中国古代历史中最为纠结的乱世里 曹操能购置天下之牛耳 创立为国基业 其材贷自然是非常值得称赞的 从曹操的升庭经历中 我们不难发现 曹操虽然是实际上的一国领袖 却并没有急于兑现自己的野心 尽略为帝 而是做到了天命若在我 我学周公 地位近在眼前 曹操却做到了不为所动 确实令人非常敬佩 然而 通过历史的规律 我们也能够了解到 越是伟大的人 越有他与众不同的性格特点 曹操的性格特点 就是自大多疑 这也让曹操绝不容 别人违抗自己的命令 小妾没有按时叫自己起床 如果放到别人身上 面对着自己爱妾的撒娇之举 必然一笑了之 而曹操非但没有宽纵小妾 反而将其立刻斩杀 令人惊讶不已 或许也正是因为 曹操的这种种奇怪行为 才引得后世对他褒贬不一 议论颇多吧